同学们好,今天我们试上English Writing 所以在这个影片老师教你们写作文 今次来到Exercise 6 Session B 所以看这个影片的时候,请你们打开这张纸 然后看那个题目 你们都明白,你们英文有分Paper 1 就是Reading那个礼节 然后礼节也是他给你们做的 然后Paper 2就是关于Writing的,就是关于写作的 然后在这个Paper里面,只有两个Session 都是写作文,所以你们要明白 会写作文是非常重要,就是说 会写作文就是说,要如何去把作文写好 是非常重要,但是呢 要写好作文就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多联系多写,多联系多写 所以老师每次上一个课 都会可能一个月给你们写几次作文 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你们Paper 2 就是要看你们会表达,会写作文 所以如果你们是很少写的话 很少接触作文的话 基本上要写一篇好的作文出来是非常难的 是非常难的 当然我希望你们在听老师讲课的时候 可以专心一点,去看一下作文是到底是这样写的 然后慢慢练习,多练习自然 你们自己也可以写到一篇好的作文出来 所以不多说咯,老师开始进入 现在我们先读题目 老师已经强调很多次 题目是非常重要的 不然那个题目给你来做什么 就是说给你题目,你就要去回答 所以明白题目是非常重要 OK,所以Session B You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ways of staying healthy with your classmates OK,另一个题目是说 你正在讲关于那个 staying healthy Ways of staying healthy 就是说保持健康的方法 OK,with your classmates 这个题目我相信那些字全部都不会很难 对不对 with your classmates 就是说和你的同伴同学 可能在分享一些照顾健康 或者保持健康的方法 OK,这个是那个题目的一开始 然后接下来 If about 130 words write an essay on the benefits of exercise OK,题目来了 大约120个字以内 写一篇作文是关于on的 就是关于那个benefit of exercise OK,benefit of exercise 就是说运动,exercise 运动不是练习啊,这边是运动 运动的好处 然后你写一篇就是关于运动的好处 所以你写你的作文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讲你的point 讲你的内容 到底运动有什么好处 到底运动有什么好处 然后你们还记得 你们这个是类似note extension 它会guide你 然后老师给你们讲过吗 每次你们写这篇作文的时候 你们先看它给了你什么 看它给了你什么 帮助你 就是说给一些字来帮助你 就是在下 你一定会给的 它不会说给一个题目 要你写一篇作文出来 它会给题目你 你明白了 题目之后 你要看一下它给你的那些字 可以帮到你吗 它给你的字一定是有用的 只要你会用你就用完它就对了 OK 现在老师跟你们讲了 现在下面有一个mind map思维图 对不对 中间那个是benefit of exercise 就是说这是中间 也就是说你要明白 这个这篇作文 你就是要写的东西 运动的好处 OK 只要你那个内容写到 关于运动的好处的话 如果你写到很好啊 你发对的话 这样你就会拿很高分啊 很高分 所以老师每次都会跟你们讲 做什么科目都好啦 我都会第一步 就是要你们小心读题目 明白题目才开始回答 这个是很重要 这个是很重要 往往学生都会顾点 就是说他读了之后 其实他也没有什么明白题目 他就是读完之后 他应该是这样子问 你就应该是这样子答 对不对 所以明白题目 才可以开始做的 每次做东西都是这样 OK 所以 第一个 Burn calories OK Burn calories就是说燃烧脂肪 这些你一定要懂 Burn calories OK Burn是燃烧 然后Cal是卡路里 就是我们来量我们身体的一个单位 分卡路里 每个食物都有不同的卡路里 这个科学你们会学到的时候 OK 然后 其实Cal是热量值啦 但是我写卡路里 你们听到吗 比较习惯 Cal就是一种热量值 就说代表你体内那些脂肪释放的时候 可以用多少能量 那什么我们叫热量值 OK 然后第二个是Increases Metabolic Metabolic Metabolic就是说我们讲的新陈代谢 建香港锤 以 Amazing 建体 第一个是不多说的 运动的好处就是燃烧卡路里 这样你们都懂的 就说那些 等他们要 如果我们体内脂肪的话 如果能超过一个脂肪的话 就代表我们不健康嘛 所以我们就叫Burns car住 运动一定是有燃烧脂肪的 然后这个increase,increase是增加 这个对你来说可能有点陌生啦 但是我觉得你们可能会有听话 我们叫新陈代谢率 就是说越年轻的啦 就是说比较年轻的人啦 他们的新陈代谢率比较快的 或者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好像受伤的话 受伤就是说你要compare 你要比较一个可能是十岁的小孩子 跟一个四十岁的叔叔啊 生生那些 你们比起来如果属于受伤的话 他们的愈合率 就是说谁比较快 比如说他们都挂伤了皮肤 然后一个十岁小孩是挂伤皮肤 一个四十岁的安哥也是挂伤皮肤 然后我们都懂皮肤会慢慢的 那些细胞都慢慢的复原 对不对 最后会好喝嘛 但是小孩子比较快 你为什么 因为还是新陈代谢率比较快 这个就是我们家新陈代谢 就是说你体内的那些 细胞增长之类的会比较快 所以如果你做多运动的话 它可以增加你的新陈代谢率 就是说你的人 总而言之就会比较健康 对不对 会比较健康 比较健康 或者说不容易生病 不容易生病之类 我们叫做meta-pollary rate OK 新陈代谢率 这个可能对你们讲会有点陌生 然后老师有没有讲过吗 如果你们在考试 或者做什么练习都好了 关于那些作文的话 这些给你的东西 老师讲过很多次了 以前六年纪也是讲过 如果他给你的字 是对的其实 但是如果你不明白 就不要用了 就这么简单了 因为你都不懂了是什么 你就写在你的作文 一定是错的嘛 这个我讲过很多次了 我为什么我还一直重复讲 可能我觉得你们听了之后 可能阿老师讲 不能用 照用罢了 不要 真的是不要用 因为作文就是 看整篇 overload 这样看整篇 你写到如何 如果你不回头去用的话 你觉得错 硬硬错的嘛 就是你怎样想的话 那个字你的不懂 意思你还写下去做什么 对不对 我希望你明白 接下来第三个是 improve mood improve就是说要改善 就变好的意思 mood就是心情 你们上次讲的 no mood no mood 你有心情 mood就是心情 ok 然后还有就是 releases endorphin endorphin release就是释放 endorphin是一种 我们体内会释放那种的 endorphin在头脑里面 endorphin endorphin 这个是一种 我们头脑会释放的东西 endorphin 会令到我们开心的 是一种和我们的意思 一种和我们的东西 会令到我们开心的 我们叫 endorphin ok endorphin 所以基本上 benefit of exercise 应该的好处 它给你们这四种 给你们这四种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这样 当然了 是教你们的时候 我会教你们这些 全部写在你们的内容那边 因为很多时候你们都是不灰 就要学到灰嘛 对不对 所以现在 但是你们如果自己做手不灰的 千万不要写啦 千万不要写啦 除非你们已经找到它的意思 你们可以自己 try time去写 ok 所以 现在我要讲的一次 我们这边作文 要写的就是运动的好处 然后它给了我们四个 蓝沙卡鲁尼 增加形成代谢力 改善心情 还有释放糖多分 ok 这些都是会令到我们健康 保持健康 因为你们应该 刚才听不说 你们有朋友 讨论说保持健康的方法 第一个 第一个是运动 然后运动可以保持健康 运动的好处 所以你要讲 现在你要讲 运动的好处是什么 运动的好处 所以你要focus 总之这些好处 都会跟你的健康关系 因为 运动才应该身体健康 然后这些东西 就是运动得来的那些好处 所以一定会保持到你 自己身体健康 ok 所以接下来老师就讲第一段 接下来老师就讲第一段 所以我现在先擦掉它先 然后你们要记得要分 past tense 还是 present tense 或者是先还是过啦 这个是运动的好处 是不是一个说 就是说你要说一些事实出来对不对 事实 就是说这些故事是讲过去 运动的好处不可能一分过去跟现在 所以这一篇是通常事实的东西一定是 present tense ok 所以记得这一点是 present tense ok 所以不要用那些 past tense 过去的那些东西啊 vos 和 加et 这些千万不要用 ok 所以现在我们讲的第一段 ok 第一段通常啦 运动的好处我们没有讲到的 因为是introduction 开头罢了 所以你不要一开头讲运动的好处啦 我们先给一个开头先 ok 运动的好处 所以我们之后我们内容要写运动的好处 所以第一段的老师会大概去讲一些健康的东西 因为在运动的好处 啊 之前就说要怎样保持健康嘛 所以我们先讲健康 然后才慢慢的啊 慢慢的讲到去那个运动的意思啦 ok 所以现在老师会写 wish 想要 lead 过 health 是健康 wealth 是财富 ok way 是方法 exercise 还有benefit benefit 是好处 老师要写的第一段就是啦 啊 每个人都想要 过一个健康的生活 每个人啊 因为你们都懂 啊 就算有了很多钱的话 就算你懂你 就算有一个人他有很多钱了 他懂他明天会死去啊 他也是不开心的 对不对 所以啊 健康 就是也算是一种财富啦 ok 所以老师通常那些健康啊 都可以这样子抬头 每个人都想过一个健康的生活 正所谓 啊 健康就是财富 健康就是财富 然后我就可以写咯 其中一个方法 因为其实保持健康有很多方法 比如说吃吃 吃吃东西啊 均衡饮食啊 或者是 get enough sleep啊 睡眠足够啊 或者是啊 类似健康是其中 啊 运动是其中一个咯 所以我就会说 其中一个方法 就是要 因为你过一个健康的生活嘛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做运动 然后我就说 啊 有很多运动的好处 就是说纳尔有很多的运动好处 然后接下来我才开始写完运动的好处 所以这个就是开头 因为通常开头 啊 老师给一个tips你们 给一个建议你们啊 你们要写一个开头 啊 大概有讲到运动的好处 还没有写出来啦 就是说啊 题目给你什么 你要大概大概写一个开头 啊 跟它有关系 然后最后一句就写哦 最后一句才写重点啊 这个作文我会写关于这个东西 之类的啊 然后是show给你们啊 ok 现在我们先写第一句先 每个人想过一个健康的生活 怎样写啊 你就要去想啦 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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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过一个 啊 或者要过一个 快乐什么也可以 要过一个健康什么都可以啊 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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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过一个 正所谓 这个你们要记得 正所谓 叫什么 as the saying goes health is wealth ok 正所谓 正所谓 ok 正所谓 正所谓 健康是财富 这个你们有听过了 健康是财富 所以这个是第一段 就是说啊 因为我们这一篇做人家写运动的好处嘛 然后我们其实是要讨论保持健康的 然后你就突然就说你也跟你朋友讲啊 保持健康我们可以做运动啊 然后你才讲做运动的好处嘛 所以第一段我是给你们讲 你们前面这些开头可以写一些 跟他有关系的啦 就慢慢带进去那个题目里面 就是第一句我是讲健康 接下来我才讲运动啊 慢慢会进去 如果你一开始直接讲运动的话 这样你就很难可以写很多东西嘛 对不对 就是说你一直一开一进去就写运动的好处 然后你开头 没有一个开头看起来要做我没有讲好 所以开头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现在啊 接下来 one of the ways 其中一个方法是做运动 现在慢慢进到你要讲的东西 第一句就讲健康 然后慢慢你下一句就讲哦 原来是做运动是可以保持健康的一个方法 所以下一句我们就写 其中一个方法是做运动 one of the ways one of the ways one of the ways 这个整个都是 S 来的 这个 S 然后这是 B ok one of the ways to stay healthy is doing exercise 这都是 B 所以第二句老师就慢慢进入那个题目了 因为这个题目我老师讲了 重点是要讲运动的好处 所以第二句我就开始跟题目有关系了 one of the ways to stay healthy is doing exercise 什么意思呢 其中一个保持健康的方法是做运动 ok 现在开始咯 然后下一句就写 benefit 我就说有很多运动的好处 you叫什么 you不要讲have there there there是有的意思 ok there are 很多运动的好处 there are many benefits of exercise ok 所以这一句就是第三句了 there are many benefits of exercise 就是说有很多运动的好处 所以接下来 开始接下来的内容 就是要写运动的好处 就是你们可以拿 拿更多分的地方 ok 所以看到吗 老师前面这些第一句第二句都会 其实是有关系的跟运动 但是他没有直接进入 最后一句我就开始进入题目了 there are many benefits of exercise 就是你写作人要有一种层次感 就是说慢慢慢慢的进入那个主题 这样子啊 第一句就是说关于健康的 第二句就是说保持健康 那么方法就是做运动 然后接下来就讲 有很多做运动的好处 就是一步一步的去进入那个主题 进入那个题目 ok 如果你第一句就写 there are many benefits of exercise 第一句啦 然后写完了 前面就说你一段只有一句 然后接下来就讲 one of the benefits of exercise 是什么什么 然后the next 什么什么什么的 就一直没有去扩充 然后老师们讲过 扩充是很重要的 就是做完你要懂得去delive 去扩充 让你的作文变得 变得内容比较丰富一点 内容比较丰富 ok as the saying goes health is wealth one of the ways to stay healthy is doing exercise there are many benefits of exercise ok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每个人想要过 这个要讲 每个人想要过一个健康的生活 正所谓健康是财富 其中一个方法保持健康是做运动 有很多 就是说纳尔有很多运动的好处 所以这个就是第一段 这个就是第一段 记得 作文啊 真的是非常重要 就是说 作文就是说 看你可以如何用正确的英文语法 去表达你的想法 ok 所以老师也跟你们讲过 如果你们写好作文的话 要多读跟多写 多读跟多写 所以说每次给你们作文 如果你们可能有时间就读一下 然后有时间就练习一下 只有多读多写 才可以帮你improve 去改善你的writing skills 你的写作技巧 没有其他方法的 没有其他方法的 就是你要写的作文 就是语法也要好嘛 然后语法就是从读啊 你读得多 因为很多的英文句子啊 只要你有读过的句子 你自然而然写的时候 就会跟这样的方法来写 所以读是 读跟写都会有帮助到的 ok 然后所以我一次我给你们作文 我叫你们啊 读了先 然后就要自己摸写 因为你们摸写的时候 你们是拿来背嘛 背的时候代表你读那篇作文 有读那篇作文 自然而然 你读得多 写得多的话 这样的作文才会 作文才会 作文的技巧才会慢慢的改善 慢慢的进步 如果你们有这样做的话 ok 所以 paragraph 1 done 所以接下来是会讲 paragraph 2 现在我们来到paragraph 2 也就是body 1 ok body 1 诶 刚才 paragraph 1 是introduction 是开头来的 ok 老实感没有写到啊 诶 这个paragraph 2 就是body 1 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 老实告诉过你们 你们的section b 常作文 最少要有四段嘛 对不对 最少要有四段 introduction 开头 body 1 就是第一段啊 就是第二段 body 1 就是内容 1 然后body 2 就是内容 2 就是第三段啊 最后来个conclusion 结尾 就是第四段 所以你们每次写作的时候 记得要 因为我们写作文要有条理 就要有条理 所以 老实因为你们要写120个字嘛 所以老实觉得 我建议 其实写五段六段都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了 但是 我给一个建议 我也不喜欢你们答理 你们啊 你看的时候写五段六段那么多 但我写不到 我不是啊 作文很差了 所以我就给一个啊 比较standard的一个 官罗数量 就是四段 四段我相信每个人都写到 因为很简单啊 要写开头 两个两段内容 我们再加一个结尾 是非常简单 只要你肯去想 都可以写到的 ok 加上字数也不会太少 我怕你们就是 你们每次啊 没有去 就是说 没有去 没有就没有 比自己写四段啊 那你们每次写一段两段 我怕你们字数不够 字数不够 自然里面 你们的内容 也会跟着不够 内容不够的话 作文一定非常 非常 OK 所以现在我们 来到 OK 刚才我们这篇作文 老实刚才解释给你们听啊 还有四个point 四个好处 然后我们要写成 两段内容 对不对 两段内容 所以老实会讲 也有四个嘛 我会将两个写成一段 也就是说 在这四个point里面 我可以写两段 对不对 ok我再重复啊 他这边有四个 ok四个 如果我这个写一段 一段 两段 三段 四段 这样我这个作文是 一二三四四段 还有开头结尾 这样我不是要写六段出来 对不对 所以我们写出来的时候 所以我们都要去分段 分段很重要的啊 不然你像你 因为分段就是让你的reader 让读者读起来 会比较 比较好读啦 就是说 你你不会说 全部东西都落在写成一段 或者说 本来同样的东西写成一段 是可以的 但是你又讲到很开心 就是说 在一段里面 我读到很多 很多不同的东西 也所以我们那个作文 就不是一个好作文咯 所以我们分段是非常重要 分段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现在老师是打算 两个变成一段 两个变成一段 所以要怎样分段呢 OK 这个是说 燃烧脂肪 燃烧卡路里 这个是说 增加你的那个 精神代谢率 这个是 改善你的心情 这个是 释放安多芬 你会发现啊 这两个可以写成一段 因为这两个都是跟你的健康 就是说 这个是燃烧卡路里嘛 就是你身体 身体内的卡路里 这个是 增加你的心情代谢率 所以这两个写成一段 然后这两个是 关于你的那个 心情 你的情绪的 这个是关于你的身体上的健康 这个是关于你的情绪 所以是可以写成一段 这个我们就写成 body1 这个就是body2 所以我们分段 也是要小心的去分 你觉得哪一个适合 放在一段的话 你就放 因为如果你不分段的话 就变成 开头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第五段 然后第六段是结尾 ok 所以总共有六段了 但是如果要写成六段了 我怕你们 每一段写到太短了 所以我让你们尽量写成四段 是有原因 叫你们每一段看起来 不会太短 每一段都好像有写零东西要去这样 有很多东西要写这样 ok 所以希望你们记得这些技巧啦 老实不是说 随便叫你们写 你们写四段就好啦 其实是有原因的 其实是有原因的 ok 所以 现在我们老师先读那些内容 那些point给你们先 首先老师会这样写呢 one of 其中一个 burn 是燃烧 calories jogging jogging 就是跑步 easy 容易 increase 增加metabolic rate 新成代谢率 need 需要 regularly 定时的 keep 保持 ok 所以老师第二段会这样写呢 我会写其中一个好处 因为他讲有很多运动的好处嘛 我就写其中一个好处 是我们可以燃烧我们的脂肪 燃烧我们的卡路易 其实它都是一样意思的 ok 记得你们第一句要写那个point 那个重点出来 第二句就是要扩充 就是说你们不要每次写了重点之后 比如说这个我写了燃烧我的脂肪 燃烧我们的脂肪 我不会接下去就写增加新成代谢率 增加新成代谢率 我不会这样写 因为我们不能 我们写要重点之后啊 你要去剥充 所以老师会写 燃烧我们脂肪嘛 我就写一个例子 跑步是一个最容易燃烧脂肪的方法 我就写在后面 然后这个增加新成代谢率是一个point 刚才表四个point有了嘛 对不对 四个好处 四个重点 因为这边我们是要写好处 所以好处就是重点 当你写的重点之后 要有一种习惯 扩充 这个我写了燃烧我们的脂肪 然后我就想一个例子 燃烧脂肪 跑步是一个容易燃烧脂肪的方法 ok 所以我就扩充一下 扩充一句这样子都ok啦 一句两句都没有问题的 只要你有扩充 人家才会懂 原来这个学生他写作文 他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他写了重点之后 他还会加一些内容下去 加一些扩充的句子 ok example 然后到这个增加新成代谢率 我就想增加新成代谢率 如果你很久没有做运动的话 新成代谢率就会比较慢 如果比较慢的话 就好像说 如果你很久很久没有运动的话 就算你多年轻都好啦 你的新成代谢率都会比较慢 比较慢 比较慢就代表你不健康啦 因为你复充又比别的慢 所以你代表你身体不是很健康 不是很健康 所以我就加一句在后面 加一句在后面 ok现在我们可以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写了 其中 其实写作文要想到内容 除了要用正确 用collect grammar 去写你的作文 也要想到内容 如果你想不到内容的话 你也写不到吧 对不对 就算你讲 老师我的grammar很好的一百分 我不会犯任何的 grammar ever的 语法臭的 但是我想不到内容 想不到内容也是很惨 对不对 所以老师也跟你讲过 你知道多读多写 自然而然你 你会想 在想内容方面 会有所进步 然后当然你多写的话 你的语法都会变好 语法都会变好 ok 所以第一句 其中一个好处是 我们可以燃烧我们的卡路里 这样写的 one of the benefits 每次这个很好用的 one of the benefits one of the benefits 第一段我们讲有很多好处吗 我们就讲 one of the benefits 开头 每次开头这样的写都是对啦 如果你要讲有很多东西 然后你就讲其中一个是什么啦 one of the benefits is one of the benefits is we can 我们 we can burn 就是说这一天是关于运动的好处吗 又是讲大家的 ok we can burn our the cal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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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ne of the benefits is we can burn cantongyang用原本字啊 we can burn our calories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扩充我们就写 啊 跑步是一个 有容易的方法 啊 是一个容易的方法 来保持我们的健康 或者是一个容易的方法 来燃烧我们的脂肪 ok 这样写呢 jogging is an easy way to burn the calories ok to burn the the calories ok 第二句啊 这个是 记得每一个句子都会有那个 subject和word jogging is an easy way 是一个容易的方法 to burn to burn to burn the calories ok to burn the calories made sure 就是说 哦 我写了藍烧烙烷 Hopefully Fahrenheit 的时候可以接下来写第二个重点出来 我会说一些 关于们这个重点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 啊 燃烧脂肪有什么方法 就是去跑步 或者是讲叫去 做那些运动也可以拉瑜伽之类的东西 你会写哪个人就写哪个咯 跑步就是每个人都懂的东西 也是最容易写的对不对 所以Jogging is an easy way to burn the calories 所以这个就是扩充上面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写第二个重点咯 那个关于增加那个新陈代谢力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写除此之外 因为你要写另外一个重点 每次我们要写另外一个重点 我们就写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叫什么 beside step beside step 它就是further more further more也是此外 further more 之后叫你们背过的 further more 此外运动可以增加我们的新陈代谢力 exercise can incr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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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r metaborate rate rate 这就是第二个重点 这个就是第二个重点 记得要写重点啊 重点是有分的 就是说这一篇作文 你要懂重点什么 运动的好处 所以你将全部运动的好处写出来就会有分 ok 所以further more 此外 exercise can increase our metabolic rate 就是说此外运动可以增加我们的新陈代谢力 然后你写完的这个是小重点吗 然后小重点要怎样 小重点记得要 elaborate 记得要 扩充 然后老师用这个扩充就是 它可以增加我们的新陈代谢力 增加新陈代谢力就是 令到你健康的其他一个方法 ok 所以我们就写 因此 因此 原来讲运动可以增加我们的新陈代谢力吗 所以我们就写一个因此 defor 这是国重啊 therefore therefore we need to 我们需要 we need to exercise regularly to keep to keep healthy ok 所以接下来 因为上一句我们讲运动可以增加我们的新陈代谢力 因此啊 增加我们的新陈代谢力 我们懂运动可以增加新陈代谢力 因此我们就必须 时常做运动 定时的做运动 就是说 不要说 因为你已经懂可以增加新陈代谢力 是一种 是一个好处啊 然后你就 你又不要去做 就说随便啊 增不增加都没有关系啦 我一年做一次都好 或者是一年都不用做运动都可以的啦 所以你不要这样想啦 所以我就 扩充老师扩充说 因此我们需要 需要 需要运动 to 后面要原本字啦 这个exercise是运动词咯 ok to exercise regularly to keep healthy to keep healthy to keep healthy ok 多少钱小一点 ok to keep to keep ourself to keep us healthy 保持我们健康 to keep us healthy 保持我们健康啊 所以这个就是啊 你看这边有两个重点 所以一个重点 过重一句就好了 一句也可以两句都可以的 然后第二个重点 又再过重多一句 这样里面一段就有四句啦 所以其实写作文就是 你只要你多写 你就懂啊 要大家要讲去写好它啊 这样你就不会讲啊 老师我 我每次写作文都写到短短 所以我每次作文都是拿五分啊 二十分里面拿五分啊 六分这样 是因为不够内容 加上你们语法有错误 所以那边作文基本上 老师也不能 也不能给到你分数 你有内容 然后语法有错误 所以要怎样才能改善呢 就是多读多写啊 尽量令到自己啊 作文进步就是 你要多读多写 然后你想内容的时候 也比较容易想 如果是遇到一些 你写过作文就更加好写 对不对 就说那题目 这题目好像我有写过咧 或者是类似的 我有写过 这样子想内容的时候 是不是比较容易想到 所以老师每次都是坚持 你们要多读 跟多写 那个作文 OK 所以也是一样 所以读第二段 然后再读给你们听 是什么意思啦 One of the benefits is We can burn our calories Jogging is an easy way to burn the calories Furthermore exercise can increase our metabolic rate Therefore we need to exercise regularly to keep us healthy OK 保持我们健康 OK 你们还要记得啊 写作文的写句子的时候 记得要读啊 这个我讲的也是讲过 你要读 就好像老师每次写完一段 我是读给你们听 就是你们读啊 之后 要看下这个作文 有没有那种顺畅感 读起来就说 会不会说很乱这样子 这个很重要 OK 所以其中一个好处是 就是我们可以燃烧我们的卡路里 跑步是一个简单的方法来燃烧那些卡路里 此外 运动可以增加我们的新陈代谢率 因此我们需要定时的做运动 来保持我们健康 OK 来保持我们健康啊 就这样简单 所以写作文 就是你们要记得写重点 扩充 写重点扩充 扩充很重要 以前六年级的时候 你们只是写故事 所以只要将故事 表达出来就可以了 但是上海中学就不一样 他的题目就是 他很考你们的想法 你们要有想法 要就是说 看那些题目 你要 要会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表达自己的意见 所以 所以中学的作文不容易写啦 但是如果你是肯去努力 去想 其实也可以写好 OK 所以现在paragraph 2讲完了 接下来会讲body 2 也就是paragraph 3 就是第二个内容啦 第二个内容 朋友们 现在我们来到paragraph 3 也就是body 2 第二个内容 OK 第三段啦 在第三段了 Sky已经讲了 我们会将两个重点写成一段 现在来到另外两个重点 另外两个重点是关于 improve mood 改善心情 releases endorphins 释放那个enorphins OK 这两个都是有关系东西 怎样叫改善心情呢 改善心情就是说 令你的心情变它 令你感到开心回 就是因为头脑会释放这个enorphins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将它re-read在一起 就是扯上关系 将它写在一起啦 所以老师会将这两个写在同一段 然后接下来就是跟平时一样 要做出扩充 OK 怎样写呢 improve mood exercise blink endorphins make happy relax relax 放松 exercises upset 还有stress OK 所以现在有时间开始写先 第一句要怎样写呢 第一句通常我们开始心的一段 我们都会用此外啊 或者是啊 最后的意思啦 最后啊 此外都可以的 所以每次开头我们都可以写 啊 比如说刚刚我们用的那个 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用more over more over也是此外啊 此外 more over exercise can improve 或者exercise improve our mood OK 运动 啊 improve 就是运动改善我们的心情 OK more over exercise improve our mood 就是说 啊 此外 运动改善我们的心情 啊 怎样改善我们的心情 我们可以讲一下关于那个unmorphin的 可以写 当我们正在做运动 头脑释放 安多分 可以 就是说啊 啊 释放安多分 使到我们 啊 感到开心 和放松啊 这个就是啊 改变心情那个原因吧 改善心情那个原因 那为什么心情会变它 就是因为这个这个肩膀会释放那个unmorphin啊 所以我们就写 当我们正在做运动 when we are doing exercise 当我们正在做运动 when we are doing exercise 当我们正在做运动 when we are doing exercise we resist endorphins which which就是 关语之 endorphin 就是说 我们要称重来endorphin which 我给你们讲过吗 是他 不是他们的意思 which make us happy and relax 所以这个是第二句 第二句有点长 所以我再重复第二句 when we are doing exercise the brain releases endorphins which make us happy and relax 所以这个就是关于第二句 就是说第一句老师已经讲了 还可以改善我们的心情 然后第二句我们就写 所以他是如何改善呢 就是他给了一个重点我们 就是他会释放那endorphin 所以你要带出那个 要整那个关于endorphin的东西 所以就写 when we are doing exercise the brain releases endorphins which make us happy and relax 所以这个就跟第一句有关系 所以我们写作文 一定要有关系 就是说你写一句 一句接一句的去写 一定是跟上面的有关系的 这样你的作文才是可以得到共鸣 就是说人家读了你的作文 哦原来这样 这个事情发生 就到下一个事情 然后下一个事情发生 又接下来会发生下一个事情 而不是读了你作文 好像读下去又读回上去 这样子读下去又读回上去 一定要一直接下去 接下去这样子 这样子的作文才比较好 ok 所以我就每次给你们讲 你们写一句读一句 写一句读一句 你们会发现 如果接不到下去 或者是你觉得很奇怪的话 你可以自己改的嘛 因为这边的作文是你写的 ok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 写作文时候的小技巧 很多的同学就是每次讲 写完了就算 就写作文你要 对自己有要求 我要写好这个作文 当然你要小作文 一定要比别人付出努力更加多 ok 所以希望你们明白了 现在我们写完第二句 接下来就到最后一个 exercises 这个是扩充的 扩充的 老实会讲一讲是扩充的 就是 因为这可以是一个 关于运动的好处 所以我可能会给一些建议啦 就是说扩充 你可以写例子啊 可以写建议啊 什么都可以写的 只要跟 它的重点有关系就可以了 现在他讲 运动可以改善 改变我们的 改善我们的心情 让我们的心情变好吗 我就写 我们做运动 就是说当我们伤心啊 或者是感到压力的时候 我们就去做运动 因为他讲 做运动被释放 那个安多分 所以我就说 给一个建议讲 伤心或者是压力的时候 就去做一下运动 如果你伤心 就是 你不 就是说如果你伤心的时候啦 你不想一些方法 这样 去做一下运动啊 或者是找朋友聊天 这样子啊 就 如果你不这样做 一定会继续伤心下去 对不对 所以我们怎样跑 都要找一个方法去解决 还有 如果你感到压力的话 如果你 比如说你读书啊 感到压力的话 如果你一直读一直继续读 也是会感到压力的嘛 对不对 所以有些人就选择去 分心一下 去做其他东西 让自己放松一下 这些就是 其中的一些运动的好处啦 ok 所以最后一句 因此 hands 刚才用了 therefore 像我们用hands hands也是因此啊 hands 因此 我们可以 we can do some exercise we can do some exercises 运动有很多种啊 看你是要做哪一种啊 运动啊 总之是 手动脚动啊 整个身体在动 我们都当做是做运动嘛 ok we can do some exercise can 要原本字啊 we can do some exercise when 当我们 when we when we are upset or stressful 啊 ok 所以这个是最后一句 hands we can do some exercises when we are upset or stressful 然后你会发现这一句 这一句是不是自己想出来的 就是说你看用上面的重点 去想一些内容 接下去 这样怎么叫 扩充啊 其实 为什么老师会一直重复 或者elaboration过程啊 这个真的是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们作文啊 每一段你只是写那个重点 写一个重点啊 然后你没有 有例子啊 或者是一些建议去支持你的重点啊 那作文不会好 就是说你的作文 我们可以讲是很单调 就是说你的作文太简单了 讲一个重点 就是说只是全部讲运动的好处 然后当你讲运动的好处的时候 你要想一些exemple 一些例子 这个是一个写作文技巧啊 一定要有的 就是说你写作文 如果你没有elaborate 没有扩充的话 没有去支持你的重点的话 作文不会高分 作文是不会高分的 所以你们一定要去多多练习 每次啊 每次你们当你们写作文的时候啊 当你们写一个重点出来 你就要记得老师说 写完重点的时候 不要急着写下一个重点 你要写一个例子 什么例子都好 什么例子都好 总之你觉得跟那个重点有关系 你写下去就对了 不要讲老师 等我写的例子错了怎么办 至少好过你没有写 OK 尝试去写 写得多这样 这样子 万一你写的例子是很 很有point 很有point 就是说很有建设性 就是说人家可以接受到 这样的作文自然的感觉提高 那个分数一定会提高 也会变得比较好 OK 所以记得要扩充 要扩充啊 扩充就是写例子啊 写建议啊 或者写一个跟重点有关系的句子 我们都称为 扩充 OK 所以这个是第三段 42 所以老师也是读一次 然后再解释给你们听 什么意思呢 此外 运动改善我们的心情 当我们正在做运动 那个头脑释放安多分 就是说释放安多分 使到这个没有意思 这个是代表这个安多分的意思 使到我们开心和放松 因此我们可以做一些运动 当我们感到伤心或者是压力 这个就是关于第二个内容 第一个内容刚好是讲 那个新陈代谢率 还有燃烧卡路里 对我们身体上的一些健康 这个是你的心情上面 你的情绪上面 就是可以令到你心情好 吃饭安多分 可以令到你感到放松开心 这个就是健康的另外一个好处 所以paragraph 342已经讲完了 接下来就会讲paragraph 4 也就是last paragraph conclusion结论 所以你们记得抄 就是等暂停的时候才抄 不要老师讲的时候你们抄 这个老师讲过多次了 接下来就会讲最后一段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paragraph 4 也就是conclusion最后一段 最后一段你们都懂 每次我们来到最后一段conclusion 我们都会repeat 就是好像重复以上 就是说你在上面几段所写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老师讲写的 in a nutshell 就是总而言之 每次你们要结束啦 写结论你们都可以用这个 in a nutshell 就是说你们要讲一些说明文 如果是故事就不用啦 故事就不可以 好像说发生一起车祸啊 一起车祸啊 一场火灾一些 就不能写这个啦 如果你要写一些想法的说明文 我们都可以用in a nutshell 总而言之 比如说important 重要 make 使到 healthy 健康 开心 就是说刚才我们在上面那些重点有讲到 运动可以使到我们健康 也有可以使到我们开心嘛 对不对 就好像你们要懂conclusion就是 你写一个结论这样 就是说你在上面所提到的东西 你要像再重复的讲过一次 用另外一种形式再讲过一次罢了 然后我们还可以说good good就是说好 对我们的身体和心灵都很好 身体就是代表健康 心灵就是说我们整个人会感到比较开心 比较正面的意思 so 就是心灵或者是灵魂啊 就是说你的心情方便啊 你的心情方面的意思 ok 所以这一段in a nutshell 就是说 运动非常重要 exercise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所以说 in a nutshell exercise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ok 就是说 总而言之 运动对我们来说 非常的重要 exercise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然后接下来写 它使到我们健康和开心 it makes us it makes us healthy and happy 再重复刚才讲个东西咯 刚才第二段我们是讲健康 第三段是讲开心 所以好像记得conclusion 你们每次都在想 结论就是我们要好像再重复 刚才所提到的一些重点提到的内容 再用心再用一个句子讲多一次出来 一个形式讲多一次 只要你们每次写 因为我们每次写结尾 就是说 哦原来我读了那么内容 我读完了之后 原来结尾 结尾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结论 这样啦 关于你刚才在前面几段所提到的东西 开头内容全部所提到的东西 写一个小小的结尾 好像在重复这样 但是没有人叫你操得一模一样 就是说用另外一种形式写出来 简简单单的 ok It makes us healthy and happy so it is good for our body and soul for our body and soul ok ok 所以我再读第二句 It makes us healthy and happy so it is good for our body and soul ok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 那个他就是写动了 他使到我们健康和开心 所以他对我们的身 就是身体上和心灵上都是好的 所以exercise的好处就是这样咯 就是说你做一个运动 这样简单的一个动作 他可以对你的身体有帮助 对你的身体也好 然后对你的心灵上面 就是你的心灵 你的心情 你的思想方面 思想方面 思维方面都会有帮助的意思啦 所以这个就是soul soul就是心灵灵魂这样的意思啦 你的内心底处的意思 ok 所以我再重复读 最后一段 最后一段 其实也两句三句都ok的 也不用太长了 因为最后一段是结尾嘛 结尾就是不要太过啰嗦了 对不对 in a nutshell exercise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it makes us healthy and happy so it is good for our body and soul ok什么意思呢 总而言之运动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的重要 它使得我们健康和开心 所以它对我们的身体上 和心灵上都是好的 ok good for our body and soul 所以读的最后一段 通常你读的最后一段 你明白 就说哦 原来这篇作文是要带出这个意思啊 这样你的最后一段就写到非常好 就说应该读了你最后一段 他也他会想到去你前面几段 他所讲的东西啊 这个就是一个好的结尾咯 所以啊每次啊开头你就要写一些 跟题目有关系的 然后慢慢带进那个带进那个题目 然后内容就一定要写 关于题目的东西哦 题目要你写什么你就要写在内容 然后最后一段就是要做一个结论 去概括你上面所说的东西 总而言之就是说长话短说的意思啊 这样上面那些内容 内容啊开头啊变成短短的一段 就是一个结尾 好像在重复这样 ok 所以这个是最后一段 相信你们啊听了之后 插完了这段就代表你们整篇插完了 对不对 所以希望你们也是有学到东西啊 在这个影片 因为写作文这些啊题目不一样 写法都是啊题目不一样 但是啊方法都是差不多一样的 就是要想内容啊要会扩充啊 千万不要理题啊这些 全部方法都是差不多一样的 所以多读多写都会对你们有帮助的 ok所以before i end this video 就说在啊结束之前啊 我会跟你们讲功课咯 第一个就是copy copy啊 这个是exercise 6 section b copy的 I said 抄这个作文 然后第二个就抄这篇啦 第二就是啊练习啦 paptist 或者是抹写 ok就是说啊你们可以练习一些一次 或者是抹写也可以啊 其中一个都可以啦 就是说啊练习是怎样的呢 就是啊你们 听了老师解释这一篇啊 你们自己练习看写一次 看到你们可以写到如何啦 然后抹写就是 你们背了背了之后就抹 这个是idle one啦 你们选一个啦 所以我换一个或者 你们选一个选一个来做啊 所以啊 今天的I think that's all 就今天到此为止 记到完成功课咯 然后也是一样 每次都是星期四交给老师咯 星期四 拍照给老师啊 星期四 两天的时间 ok 两天的时间 ok 所以最后谢谢你们有认真的观看这个影片 所以最后谢谢你们有认真的观看这个影片